今年农历春节将近有9天的连续假期 假期不过要如何来因应大量的返乡人潮 交通总局在日前也召开了记者会 说明相关的春节书运计划之外 同时还是要呼吁民众在春节期间 多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避免塞车之苦 农历春节9天连续假期即将到来 因应春节返乡及游客人潮 公路总局日前召开记者会 说明今年春节的书运计划 希望可以让在外地工作的民众 顺利返乡庆团圆 春节书运主要有9天 那我们主要目的希望所有的民众都可以 返乡或者是出游的时候 都能够搭乘大众运输 而且不要因为塞车的情况 影响到你的一个兴致 或者是回家团圆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在整体的公路总局 跟各区监警所在 不管在所有的机制里面 前置的检讨跟后续的一个处理 都希望以所有的民众 能够以大众运输来做一个搭乘 那所有的国道客运往南返乡 所有的国道客运长途的 都已经有租了游览车 让大家可以在20分钟之内 都可以搭上车 这次其实是我们不需要去努力的 考量民众会提前返乡 或者是陪同家人快乐出游 公路总局也特别呼吁 能够在春节期间 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避免塞车之苦